大家好 今次就要介紹這個 卡圖還是這個呢?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進攻紀念車票 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竟然這樣也做一張車票 厲害 完工而已 還未通車 不知道這些人是怎樣拿的 可能是他買回來吧 這個是我儀獎給的 中秋節的時候 我忘了那年了 我快剷完這段影片 我快剷了ST評論的介紹影片 因為我介紹了這個 我在主頻道介紹了 當然是在旗幟頻道剷了那邊的評論為主 為何要無緣無故有介紹影片 剷了它算了 封面是機場 那時計時也不夠 因為那時記憶位不夠 現在大把了 整部機器在這裏 整張卡大大張 地鐵公司 還未合併 然後 這是什麼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後面全綠色的 不知道為何用這隻綠色 好像機場快線一樣 不知道關不關機場快線事 好帥喔 好帥喔 看看這裏說了什麼 拿起這部機器了 看這次用閃光彈無用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基建工程之一 呃 什麼定香港作為旅遊 好像正字一樣 但又沒有那個耳朵 商貿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香港國際機場和地鐵機場快線 是一個計劃的重要一環 應付不斷增長的航空需求 促使香港繼續繁榮進步 為此地鐵公司特別推出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進攻紀念車票 希望和你一同分享這份喜悅 或者是榮耀 之後就是一個地圖 看看它搞了什麼 看看它治療了不少地方 又怎樣 這麼大張 那先從東講到西 由西區 九龍西填海計劃 我填了俄士甸那裡出來 填了南昌俄士甸 還有奧運 我忘記了 去哪裡 南昌應該不是 奧運九龍俄士甸 之前地利堂 西區海帶隧道應該是因為這樣而建出來 嗯 關事的 然後中環填海 不知道第二期建好了嗎 然後西九龍填海計劃 然後西九龍快速公路 那個 不關機場快線的 我是這一鼠 應該在下面 應該躲在這條橋下面 三號光線 說什麼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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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看不到 沒有顯示 部分 沒有顯示 部分 其中一部分 三號光線 青魚光線 青衣只有屯門 不是不是 青衣只有大魚山 青大光線 北大魚山快速公路 看看有沒有鐵路 有鐵路 有鐵路 一直在它旁邊 然後這個 機場鐵路 喂 東沖線呢 只怕機場快線在這裡 滴蛇線還沒有 那次還沒興建 東沖新市鎮 第一期 然後當然是香港國際機場 挺帥 挺帥的 這裡分了大魚山 馬灣也趕 然後青衣 九龍 港島 香港島 香港島 Eastland 這裡就是這樣 沒有彈開 那是時候到車票 搞得這麼久還有一個卡圖 車票就在這裡 對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進攻紀念車票 已經整定了一些宣傳機場快線的圖片 多快 有個地鐵Logo 不是 有個洞的 有個洞的 那 入票位 後日 車票細則 車票後期就是1998年8月26號 適用於乘達任何車程兩次 不適用於機場快線 機場核心計劃進攻紀念票 都不讓人搭機場快線 對 機用後可以用作紀念 售出的車票不會退款 車票如果有失效 可以有效期入面去地鐵校目中心更換 對了 有些好適 經常都不能搭機場快線的紀念車票 搞錯 我令它設定貴一點 香港國際機場的拱形的小屋子 下運大遊 機場快線的 第一卡的頭半卡 一卡也不夠 然後 這裡就跨了斜立過來 好了 今次將香港機場核心計劃進攻紀念車票地鐵 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